第2号 虽然还有人还没有到 我们时间到了,我们都先开始 有几位是今天才来的呢? 今天第一次来的呢? 一位? 我上次就来 不是,不过你后面那位 上次就来 上次也有来 上次也有来? 真的,我不知道 上次你没有来跟我相认 好,我们还是把上一词稍微提一下 再一次我们的引言 我们就谈到 当今天世界乱糟糟的时候 领导世界人类 这个,由15世纪开始的西方进到文明 到了现在已经是老病来处 那么,天谷他们的空缺 这很显然 就应该是中华文化 就因为呢,西方之所长 是在价值中里 不涉及主观感情的一个知识系统 或者说旗帜运作 那么这个可以让人呢 纳入体制 能够有效的 准确的 做一个角色扮演 但是呢,他们的空缺就是 这个越来越强固 越来越细密 结果是不知不觉 把人的身份给遗失 那么过去呢,还可以靠着 对基督教的信仰 广义的基督教甚至包括 伊斯兰教、东正教 可是当这个宗教信仰 渐渐衰退 这个部分呢,暂时稳住的 这个局面就没有办法维持 那么就出现了 这个人生命的苦闷 跟人际关系的疏离 那么归结起来就是 人的实入 所以在今天啊,我们需要 这个重新补,补足这一块 而这一块呢,刚好就是 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 传统上面的进化 那么相对于知识的学问 这是一个生命的学问 相对于价值中立的角色扮演 这个是完全呢,环绕着 人的生命感情 人的价值创造的需求 去关怀,去刺激的一世文化 那一种文化哲学的智慧 那么在这里呢,问题就是 当我们虽然知道了 其实西方人也渐渐地感觉得到 所以呢,这个 这个过去是东方到西方取经 取那个民主科学经 现在渐渐地呢,西方 要到东方来取经 要取那个安生立命经 分离是我们 中国人,中华文化的子民 自己都把这个学问 我们丢掉了至少四百年 也就是从满清户关 就开始渐渐地丢掉 所以呢,才会到了近代 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 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那只能够是那种 其实不是真的道德感情 只是用学气的感情的义和团 但是要去见到西方 去面对西方 那当然是 这个,旧游自主 溃不成君 那么到了今天 渐渐地西方 和老东方来取这个经 那我们自己呢 得要先,自己先把它成为来 但是呢,一直来啊 我们从经典中 也知道里头有很多智慧 那么我们真是能够渐渐地 那我们才能mel if we believe in 如果 Богs 我们需要找一个如何把传统的智慧 用一种比较更可能去让我们听得懂 更容易去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一种的学习方式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提出 正式提出这样一个方法论或者功夫论 它的核心就是一种思维方式 那就是辩证的思维 那相对于西方 他们是一种分析型的思维 可是什么叫辩证思维 我们过去中国历史里头有这个事实 但是并没有把这个思维方式充分展开 成为一种可以学习的内容 那么在今天我们需要把它做更充分的展开 那么在这里我们呢 在上个礼拜我们的一年 就我们要为辩证思维做一些规定 做一些说明 那首先就是所谓的辩证 就是先分析 然后取消分析 那这个怎样取消分析呢 首先也可以说 在分析的过程中 到了一个恰当的时点 我们呢 是可而止的 实时的停止我们的分析 让这个分析的联绎的过程 出现一个空隙 一个空隙 就在一个实的结构里边 出现了一个虚项 当然我们也可以呢 用一个文字填在这个虚的空间里边 也就是说在语边 这个填补的这个字眼 不是个概念 不是一个可以定义的概念 那就算说它是个概念 我们也说它是一个没有内容的概念 就是虚概念 如果我们的这个绵密的分析历程 形成的文字语言的结构 这个结构是有很多的 很多的像来组成的 这个叫像 就是T-E-R-M Term 一个一个Term 那这个像呢 有两种 一个叫实像 一个叫虚像 这个好像是上面有提到的 实像就是西方科学 知识之学下面的 有意义可认知的语言概念 虚像就是没有认知意义 无法认知的 那西方的这种知识之学 发展到近代西方哲学之后 英美分析哲学 完全把那个不可认知的 这样也排除 所以欧陆的那些 欧洲大陆过去的形成学 什么上帝啊 什么 那些什么第一音啊 什么 就是没有认知意义的 通通被排除 所以导致呢 西方形成学的死亡 上帝也死亡 完全是在可以认知的 这么形成的语句 才是一个有意义的语句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辨证思维里面呢 就我们重新放弃 被英美分析哲学 加以完全否定 排除的部分 但是我们重新 给予它一个新的地位 它虽然没有认知意义 但是却是一个 提供了一个空隙 让我们的人的身份 让我们的心灵的体验 就在这一个缝隙当中呢 可以出现 那么关于这个部分啊 实时的停止分析 形成了一个语文 语言结构中的空隙 这个空隙 我们停止了分析思维 那敢用什么 敢用心灵的直觉体验 这个时候呢 就能够体会到 长期被这个语言结构 所遮蔽的道 就是生命 就是生命感情 就是爱 就是创造 就是所创造出来的意义 这样子 那么这个事实啊 露出这个空隙呢 那么在我们中国过去 叫子弟 事实停止分析 不说了 不说话了 你再问 他只是年花为小 他可能叫你一把 半鹤 那里边惊醒 所谓惊醒就是 放下你的分析思维 甩开那个绵密的语言文字结构 让刀露出来 那这个最精彩的一个这样的描写就是庄子的刨钉结构 到最后的时候呢 他是有刃有余 他那把刀是没有厚度的 没有厚度我们可以理解为 是完全没有这种分析的活动 所以这个心完全空空如也 心的空空如也 空无一物 就是也把没有厚度的刀 这个刀专门游走于牛身上结构中间的缝隙 这个批大性倒大快 游走于那个缝隙之中 就获得了生命存在的自由感 那这个叫指点 那么这个指点呢 落在中国的文学意图中 这文学就称为余韵 意在言外的余韵 在书画上就称为留白 留白 就是那个没有笔画的地方 白就有空隙 那就是庄子说 虚式生白 吉祥直指 要是一个虚的虚 要是一个空的性 同时也说 有笔不问于我 我空空如也 你完全清空了才能够接纳 接纳什么 接纳生命 接纳感情 那么这个叫指点 用事实的留白 事实的目 就是无言 让那个道 在那个地方呈现 不过呢 只是这文学式的留白 艺术式的 是可而止 停止语言 让道字里呈现 这是中国过去呢 最习惯的 经常使用的方式 可是到了今天呢 还是不够用 因为你事实的留白 让我再必须体会 那这个事实留白 是真的事实吗 是真的有道之事 是 可是那些假的有道之事呢 他可以用这种姿态 故弄玄虚 让你肃然起劲 是他的骗人 你怎么辨别 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很难喔 现在到处都有人 什么身心灵啊 讲那个灵啊 这个 讲很多玄的 妙的 不管是养生啊 还是 这个文学艺术啊 乃至于查到 我们在座也有两位茶人 把那个茶医说得很玄 到底什么意思 你真的懂吗 你叫他证明一下 他就喷口烟了 不说话 那像这些 我们需要有一种 更深一层的去验证 明辨真假的方法 那就是我们的辨证思维 说先分析 再撤销分析的那个地步 你得先分析 没有分析 直接放下 直接说五 直接说空 直接说玄 谁晓不谁 上一次分析一下 所以呢 我们啊 一定要 这两面啊 都要能够均衡 先分析 然后再取消分析 如果根本没有 没有先分析 那何来分析的取消 你从头就是个空 那是个顽空 假的空 那是个虚无 真的是 什么都不虚的骗人 假相 当然了 禅宗也说了 这个法当 法都因舍何况非法 不但一切的有要空 连空也要空 因为空也可能形成一种很玄妙的概念 被人所执着 那么中国过去的这个生命的学问 其实是在分析的这一层不够 才给很多这种假的有道知识 去故弄玄虚的余地 那么今天当我们也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冲击 我们要补上了我们过去不足的那种 那种非常严谨的分析的思维 所以这边我们就了解 辩证思维 一定蕴含了分析思维 那么蕴含了分析思维 这个时候呢 所谓的先分析再取消分析 才可以呢 进一步说到 就在我们进行分析的时候 我们已经把那个分析撤消了 而不是根本没有分析 结果那个非分析也是骗人 这个无分别心 这是糊涂 一定能够先用严谨的分析 证明你知道分析 所以我们至少要对 什么叫分析 什么叫分析性的思维 从头开始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 先介绍了那个思想律 是不是 把一个圆或成两半 一半叫A 一半叫非A 于是只有A是A A不是非A A加非A等于E 这个统一律 不毛根律跟排中律 也就是你的分析是非常严谨的 那根线不是模糊的 既没有空气 也没有重叠 我们能够进行这么精确的分析以后 我们才有资格说放下分析 而所谓的放下分析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意的 故意的 在一个严谨的分析当中 我们故意越界 本来A是A A不可以再非A 所以A加非A是整个圆 既不大于1也都小于1 很重要的点就是 这根线非常的精确 精确以后呢 我们才有资格放下分析 放下分析意思就是说 故意越界 你说A不可以是非A 我偏偏越界 越界到非A的领域 非A也可以越界到A的领域 把这个精确的这件 逐渐的模糊化 给它模糊化 就是浑化 浑化就是老子说 有物混成 浑化 浑药 这个事实的放下分析 事实的混淆的 那个规则界限 这个 这个我们下棋下不过人 就说不下了 炎扬归飞 看到他命皇的下棋 行事不利 他怎么要帮他 抱在手上 帮我故意让他 跳到气氛上 泡码 弄乱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那没办法复制 那这盘气做不算 它就救了湯英皇 他本来要输得起 现在说不算了 对 对 取消了这个游戏废 Age 所以根据游戏规则而来的结果 就可以不用出现 因为那个结果是薄的 我这角色翻译 不要说我辞职 我不干了 然后那盘子丢给下一个 所以现在苏生长不许王美花 离职 切实场折磨她 她以为是在帮她 其实是在折磨她 因为他们都没读过这样的辨证 所以现在苏生困坏 那也就是把它虚化 把它虚化 那么这个 在那个语言结构中 到实时的停止思维 露出一个缝隙 一个虚的空的部分 那个部分地区三不管 在那边的一点又不是A又不是非A 那是什么 那是道 那如果只是这样 那禅宗跟道家表示这样 那只是用那个有来烘托那个无 用那个结构来烘托那个空隙 这个叫做什么 轰云托运 就那个月亮是不画的 因为不晓得怎么画 它就是一轮就比喻为明镜 所以只能够画云 不能画月 反而云就围出一个空的圆圈圈 那就是月亮 所以云是实的 月是虚的 空云托月 就是用实来烘托那个虚 意思如果没有那个实 那个虚就没有办法被我们秉定 于是 重点在那个月不在云 当我们真的看到月了 那个云就可以不要 所以所有的生活跟语言结构 里边的实相都只是 在禅宗跟道家的眼里 它只是一个圆 一个住圆 它的意不在它自己的本身 它一直在于可以烘托出那个虚 那其实 这样的一个纯粹的指点 没有能够给予那个分析的部分 有结构的实相的部分 英勇的定位 它变成一个不重要的语言 一个语言 二十年没有换手机号码 变成一个语言 让聚俊业打个电话 让我们找到 所以最近很流行的话就是 不要换手机号码 所以有人就说 我三十年都没换 重要是要有人打来啊 我都没换 可能没人打来 那没换有什么用 不久以后啊 留了五十年 可能接到前世的情人打来 所以在这边啊 那个 那个好 从这个语言啊 涌现的只是一个 纯然是虚的浪漫 没有给那个实相 那个结构 包括语言结构 包括生活结构 人生结构 一定有个定位 所以我对大爱子 坦白说 非常的忧郁 大爱子不视为是一个 很诚实很好的人 比如说 他跟汪小飞离婚 没有出一句恶意 所以他的生命品质啊 基本上是好的 可是太不了解现实生活了 你以为结婚是什么 结婚不等同于恋爱 更不等同于恋爱的高峰经验 浪漫 一个浪漫出断 浪漫出断 刹那就 就就就就就就OK啦 但是你把这一刹那 你以为可以带到生活中 每一个刹那都是那样一个刹那吗 你跟汪小飞那几年 你还没有受到教训吗 那尤其汪小飞好歹还是中国人 他的事业还可以在大陆跟台湾两边 这边可以开个什么 小江南什么之类的 他可以呢 两岸就飞了七百多次呢 哎 这是韩国耶 那个难度要高十倍 跟他前一次婚姻比 多了一些什么难题 第一 你有那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 跟汪小飞在一起的时候 也都不愿意带到北京去生活 那只好忘了被不断费到台湾才可以 你现在能把两个孩子带到韩国去生活吗 绝对不愿意 那好 聚俊业可能到台湾来跟他生活吗 他的事业都在韩国 能搬到台湾吗 对不对 这个难度不是高很多吗 还有那就算你愿意到韩国去生活 你知道据说聚俊业的妈妈 是比章男还要威权很多倍的 韩国是一个非常大男人的一个社会 做韩国的媳妇你为容易吗 每天要跟婆婆做早餐 那还是你做得来嘛 然后20年前的那种情谊 好 虽然两三个月前就已经通电话了 毕竟没有见过你面 你以为还是20年前吗 长海上庭 那一餐永远过去了 还会有再一餐呢 有没有都不知道 哎呀我们在电话中谈得很好的 没有任何的联系能够取代面对面 见面是很重要的 见面才会有直觉 才会有整体感 存在感 面都没见就结婚了 所以呢网络上流行阴谋论 骗他结了婚了说 我我想要看你啊 但是现在台湾还没开放 连商务旅客都还没开放 好 何况没有任何理由的人不能来 所谓有中华民国国籍 有台湾居住权 我不想建议 我们需要先成为家人 说我们先结婚吧 结婚我就可以来看你 令人捏一把冷汗 就是因为大S 你别看他外表温顺啊 性格叛逆 小S你别看他很开放啊 其实他很帮手 表象不可信 好 这两鞋面很奇怪啊 刚好有相反啊 外表温顺的其实刚立叛逆 外表开放其实那小S保守多了 比他的姐姐差远 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那个刹那的浪漫 刹那的道 而漠视了烘托这个月的云也很重要 也就是分析也很重要 分析 广义的分析也包括落入体制 去做教授办业 你能不能够有效的做好一个教授办业 能够一切依法和行 能够制造你有什么样的权利 有什么样的义务 你掌握什么样的地位权利 你也应该有相对等的责任 你还很明白啊 这个体制的运作有它的一种公平 如果权利是一个正向的数字 证实 那义务就是一个负向的数字 当你有证实的权利的时候 你同时有负实的义务要尽 如你掌握证实的权利 你同时有负实的责任要负 于是正式加负实 我们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权利了 所以我们只是小民 我们负的公共责任只有正义 但要知道我们同时 我们的义务也只有负义 所以为什么说基层公务员跟总统宅相 行政院长是平等的 因为这两个架权不是利 所有人都是利 那你想要想 证实的权利 却不尽义务 这个就是不符合公平正义 这个政府如果是这样就要被推翻 不民主 不合法制 对不对 怎么样 要了解 这有运作 因此我们要说 所有的道 并不存在于非结构 无结构的虚空之中 它也许可以用结构中的缝隙来指点它 但是那个 那个空脱这个空隙的结构 并不只是一个偶然 这个出现的住原 它有它非常充分的存在的意义 那么这个部分呢 如果给予它的意义 它叫做人文化成 就是礼乐文明 礼乐文明 是有它的道德意义 并不是价值总理的 通过这个人文化成 来让所有纳入体制的成员 可以由一个素朴的自然人 在道家成为真人 在儒家成为小人 这个小人不是坏人 就是自然人 就是动物意义的人 通过这个礼乐文明的一辈 这些人文化成的引导 能够蜕变成为君子 由自然人成长成为道德的人 于是在这里 这个生期并不是价值总理 因为有道贯注在其中 它成为道与言的相机 彼此是很均衡的 平等的 各安其位 各有情 那么各有不同的功能 所以阳入阴中 就是阴阳合体 乾坤合得 阴阳相继 精神与物质相继 道与言相继 价值与价值中立 这个分别与无分别 分析与方向分析的体验 相继 这就是我们的辩证 叫两端一致 两端互动 而最后达成的一个整体 可以叫整体存在 也可以称为整体的和谐 整体的和谐 就是真正的美 不是那种 我画那种一个对象的 那只是一个虚拟 实存之美 在生活中 而这个生活一定是一个大德生活 不是 只是动物性的 谋生的这个生活 而是就在这个基础上面 变化了这个价值中立的生活的自然秩序 成为一个富有意义价值的道德秩序 道德的实体 所以在这边所谓的文化虚化 在道家产中来讲 这个字很简单 就是放下了语言 凸显了这个道 凸显了生命感情境界 但是这个境界是一个虚的境界 要进一步说 要进一步说 所谓的道 所谓的美 所谓的境界 必然是全盘重活在分析性的知识跟体制运作的结构之中 你离开了 你只是一个一刹一刹那的一闪而逝的虚境界 它可以存在于文学艺术作品中 因为文学艺术作品的结构都是虚拟的 假的 里面的感情是真的 但是那些语言都是假的 小说的情节不是假的 只是感情是真的 可是感情是真的使得作者当初创作的时候的感情是真的 创作成作品以后那个正感情也并不在作品里头 在作品里头只构成一个虚向又空隙又空白 这个空白给读者给欣赏者在那个空白中去联想 是当初在这里曾经有过作者的真诚的动人的感情 但现在只剩下一项剩余 只是一种愉悦 那是不是对不对感动呢 感动是读者把自己的感情放进去 并不是感动是他的 而是在同样的这个境界中我能够知道他 但是他的感情已经过去了 可是因为我懂了他 我被他这个虚境界引发了我的感情 于是我的感情可以放进这个作品中 那么晕贴 因为那么晕贴啊 表示我懂得那个作者 所以那个感动呢 是有两个结合的 由作者提供的形式 圆满自由浪漫的形式 我提供符合这个形式的热情 如果没有那个形式 人的热情可能要到处流传 污染 掺杂很多杂技 不美 但是只有他的那个作品中的虚锅 那个虚的形式也没有真正的感动 所以为什么作品一定需要有读者 有读者感动 那个作品还觉得 我的创作有意义 如果你创作 你这个永恒的虚拎 没有一个人去看他 没有一个人一直感动 你看那幅画也算什么 很贵 但是被那个有钱买去放在仓库里 那幅画是死的 有人欣赏 有人一直感动才是活的 所以艺术的文学的作家 都非常渴望有知音 因为有知音才能够彼此做着跟度的合作 成就那个浪漫 而且有热情 浪漫是形式 热情是实体的内容 形式加内容才饱满 可是在过去通过文学艺术的时候 毕竟那个所谓的读者的热情 只是个个人的生命感情 顶多算内圣 没有尽到外观 而儒家有尽于道家禅宗的 是不仅仅在文学艺术领域中来谈道 对那个永远只是一个虚境界 而若在生活中去谈 若在生命的人格的成长与自我实现去讲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一个生活的内容结构 经验才不是一个住院 我们在这里我们要认真生活 深入生活有哪个领域 包括无少也 见不多能鄙视 生活中的各种所事都会 都会做饭 撒地 也知道上班的干苦 也知道遇到事情的困难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解决 你有专业的知识 技能 在社会里面有一个很稳妥的位置 而不是永远只是个隐士 永远只是个流浪汉 那这个就是叫做深入生活 也就是深入分析性活动 角色扮演就是一个行动的分析性活动 你知道你自己的位置 你的身份 你的权力义务 就是一个分析思维 让我们在学术上 更是不能只是文学艺术 要进入真正的严谨的学术活动 在这边啊 严谨深入的分析 就是来证明 你的那个浪漫的体验 那种玄妙的境界是真的是假的 是真的是假的 如果你的分析不到位 你的学员是模糊的 你真的能够精确分析 然后呢 道就在你的精确分析之中 所以到这个时候呢 才能说 就在分析的时候 已经撤销分析 意思就是说 正在分析的时候 又超越了分析 进入到道 也可以说 在每一个分析的当下 道度进入这个分析系统中 与它为一体 这就是孔子说 无道一以惯之 那个意就是不可说的 生命心灵的创造 惯在哪里 惯在所有啊 很认真严谨啊 去说的 或者说去教的 宫子意思就是说 我上课什么都讲 什么学问都讲 可是呢 你不要只看到 我们那个学问的表象 我所有的学问 都有一个不可说的意 灌注在那里边 就是那个道 就是那个生命感情 就是那个意义价值 所以分析的越严谨 那个道的居所就越安稳 道居住在哪里 就居住在语言结构之中 如果你能够分析的很精密 而依然唯妙的留有空间 供那个道那个生命感情 在中间的缝隙中游走 就像刨定解流一样 那才是最好的证明道的存在的一个结构 所以我们在今天呢 我们如果从儒学上来讲 这个儒学在辨证思维之下 一定它的表达方式要说是 即是说理 不是纯说理 于是事跟理构成两种的不同 理或者说道 在一经中就是那个仰 事在一经中就是指那个结构性的因 所以我定义洋谣这个创造性 因谣这个结构性 你们在座当上过一经的同学都知道 没上过来没关系 知道了一个基本概念就行 然后呢 洋入音中 创造性如何创造意义价值 一定通过生活的结构去创造 通过我们的自然经验去创造 通过一切的技术 一切的作为 生活中的内容去创造 所以生活内容越丰富 越严谨 越能够呢 这个 这个充分的 有效的展开 那个道也就越能够如鱼得水 这个叫成物以游行 庄泽说的 或庄泽说的物 或者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只是一个 虚 只是一个住原 我们要从儒家来讲 那是一个庄严的礼乐文明结构 因为这两者要合一 并不是得意就可以妄言 这个你掌握到道以后呢 那些住原就可以扔掉 不可以扔掉 就一刹那你可以扔掉 就他的落实 时事 去展示的话呢 道就在言中 言就在道中 道与言 相及而为一及 所以就他一定是 即是说你而言 即是通过说一个故事 来表达 那个意义价值 尊严道 但那个表达可以是指点性的表达 也可以呢 是分析 跟非分析相及而为一及的人文化成的一个表达 所以从那个第一层来讲 不妨称为叙事的如许 我一个老学生啊 叫廖俊玉 他在南华大学生死研究所 所长现在已经卸任退休了 他曾经想把南华的生死所 变成真学中心 他就叫他的研究生读我的书 最好都拿我的书来作为论文题目 他曾经写过 曾经写过曾教续的爱情学 曾教续的美学 曾教续的什么什么 结果呢 很少写的成功 坦白说实在太难了 他曾经说曾教续的书学 可以称为叙事如学 叙事如学就是极事说理这个方式 这个《易经》就是一个极事说理的典范 这个《易经》就是一个极事说理的典范 每个卦都像故电影一样 有它简单的情节的发展 都有它整个卦 这个情节发展的整体性的格局 最后可以构成整体的存在 甚至整体的和谐 而呈现这生活和谐之美 好 这个总的来说叫做叙事如学 可是你如果在叙事中显到 如果在功夫上来讲 过去的可以称为止点如学 在叙事中失时露出一个空隙 风云拖越 让道生命感情是在那个缝隙中展现 这个是比较是文学艺术型的儒学 文学艺术型的极事说理 不妨就称为止点如学 它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事实之地 可是到了今天 新如学我们应该进一步发展为分析如学 就是正是那个结构体 那个知识学术的系统 那么我们通过对于这个结构层面的分析 因为所有能分析的一定是结构面 纯粹的道色不能分析 根本的输都不能输 和何况分析 那么可以分析一定是个结构 但是现在这个结构呢 是个阴阳合体的结构 是一贯之 有那个永恒的道 生命感情创造意义价值尊严 关注在这个结构中的结构 这个叫道德结构 那我们的分析就是要分析这个道德结构 它的功能并不是像西方一样 只是找到这个结构的样态 是如何结构 是由什么元素组成的这个结构 分析了最后也是个价值重立的结构 纯形式的语言分析 可是我们如果这是个道德结构 我们就是分析了这个结构 好分析出它的空隙 因为这个结构是由实相没有虚相 认为到最绵密的地方呢 实相同时就是虚相 所以道并不是仅仅在某一个缝隙中展现 它是全程意义关系 每一个语句 每一个字眼 同时是结构性的term 同时是透露意义价值的term 即使即虚 又是实相又是虚相 又是道物所不在 所以我们要通过分析这个道德的结构 通过这个分析 把道分析出来 证明里头有道 来 不好意思 打断了 道德结构 然后可不可以这样举个例子 家庭上 何止家庭 我们这个课堂也是个道德结构 只要有人在里面的都是道德结构 就是人一定有心 心一定就会 不管你自觉还是不自觉 都会渗透到 那个生活的结构当中 发生作用 赵老师这样讲 这个道德结构 我们要分析出了 那里面有个道 对不对 那怎么自己这样的分析 我会一直说 就好 就给家庭好了 爸爸妈妈 小孩 很容易 我们分析出来 原来他们亲子夫期间都不相爱 找出很多很多的论述证明他们不相爱 证明他们假见爱的名义其实都是互相上来 所以分析出道都包含了分析出道的正面 爱 或者分析出道的负面恨 或者分析出一边有爱也有恨 爱的成分大概多还是恨的成分比较多 爱的成分超过50%这个家庭夫妻其实比较有希望 因为他会逐渐的被内化 这就是孟子说的 人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 用爱来作为一个主导 逐渐能够延伸到他原来不爱的人身上 结果他的爱会越来越扩大 但是不仁者就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 所以他本来说我只爱我的家人 外面的人对不起 我不爱 你以为你可以撇开天下人只爱你的妻儿吗 最后你连你的妻儿也保不住 最后你自己也保不住 所以分析出道来就包含分析出道的正面 神也包含分析出道的负面 魔 这样的一个分析 我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存在的分析 存在的就是有道贯注在其中的结构 叫存在结构 如果没有道贯注在其中的 就像欧洲的存在职业说 很多人只是活着而并不存在 以动物的标准他也在活着 每天吃饭睡觉 可就人自由而且有丰富的爱的内涵而已 他都没有 所以人这会就是空虚 烦恨 这个无聊 越以越道 或说了准确一点 到他身上的负面 走也来带来压力 带来的自担 带来矛盾 带来恐惧 就是人者不忧 忧者不忍 智者不惑 惑者不知 勇者不惧 惧者不勇 有忧有惑有惧 就是一个生病的生命 你只能够呢 承载着这个道的负面 而道的负面只会堵塞你 割裂你 压迫你 伤害你 所以我们经过这个分析呢 我们只能会发现 没有人是百分之百都是负面的 也没有人百分之百都是神 中间总有一些夹杂 你经过明明的分析 就能检查出 你有哪些病痛 你有哪些负面的魔性 那佛家称为这个业力 吸染 我们也说吸气 情结 或者说劣根性 是让我们可以找到 找到以后呢 我们心中的那个道的那个境界 那个标准 我们就可以以道的正面的境界标准 去帮助我们去检查那个负面的病痛 病得有多神 病成什么样的模样 我们也就知道如何去疗愈它 如何去矫正它 这个都需要有明密的分析能力 或者神也罢 魔也罢 都能谋谋 结果你说 他说了神常常做神魔 他说了魔也许反而比较有多一点的神 神魔都搞不清楚啊 所以我们在今天呢 要发展出分析游选 让分析跟非分析均衡 保满 那么过去所谓的圣经体验 只能说经验台 我跟你说 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问题是 那是你的路 不等于所有人的路 而每个人的路得要自己走过来 不能潮汐别人 无法模仿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更有效的方法论 跟功夫论 也就是要能够更深入的 去懂得这个辨证思维 懂得先分析再撤销分析 懂得到最后是急分析急非分析 道跟言不是一个微妙的互动关系 根本就是相继而为一体的关系 越是能够圆融成为整体和解 那就越是没有彼此之间的诡诀辨证相 所以道家跟禅宗比较显鬼绝相 如不家 不显鬼绝相 所以我以前也曾经称辨证思维有两种用 是显鬼绝相的辨证思维 那一种是不显鬼绝相 我才能叫直观识的辨证 直观识的义观识 直接灌注到我们的生活中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整个课程 就是要来讲明这个部分 那今天多带出了儒学的三个概念 续世儒学 但是即是说一个 这个整体来讲是这样 但进步来讲 它有比较偏文学艺术形态的指点儒学 更有偏于道德跟学术的分析儒学 就是有存在的东西 好 我们普说一下 这个因为刚开始 大家已经头脑已经很习惯于被吸放那套洗脑 实在很不懂什么叫辨证思维 我们多说一些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 下面我们再来正式看 你看这个《庄子天下篇》的第一段 就是我们的第一讲 好 就是在道德生活中 上下内外的变有正众的我想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 没时间 好 没有时间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这跟他们不关心 好 我们休息一下